近期在泰国的曼谷街头 特别是繁华的阶段 经常会有小贩看到四肢不全 面部看起来像是被严重烧过的人 在沿街乞讨 而且他们都穿着忠实校服 虽然乞讨行为在泰国是违法的 但还是有一些比较善良的泰国民众 会将口袋中的零钱施舍给这些乞讨 据泰国当地人称 有些乞讨者仅仅是在一条街上 获得的施舍远比小贩们挣到的钱还多 为什么会有这么情况呢 其实不难理解 因为泰国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 国民中也有大部分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乞讨者可以在泰国得到很多的施舍 在这些民众眼中 帮助他人就是积德行善 是无量功德 或许正是这些乞讨者利用这一点 才导致在曼谷的街头 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乞讨行为 不过令人感到更疑惑的是 为什么这些乞讨者都是被毁容的状态 并且受伤的方式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穿的校服也是大差不差 起初很多泰国民众并没有认出这些人的身份 他们还以为这些都是泰国本土人 出于对同胞的同情 很多人见不得人间疾苦 选择对这些乞讨者进行帮助 时间一长 这些乞讨者的身份受到了当地小贩们的怀疑 如果是泰国人的话 不太可能不知道 沿街乞讨是违法的 一般不会有人制法犯法 因此他们怀疑这些乞讨者并不是泰国人 于是小贩们将一名乞讨者拦截下来 想要询问相关信息 可乞讨者支支吾吾的 只能说出几句简单的泰语 根本听不懂他们的问话 随后小贩们又用英语 汉语等语言 这时他们才知道 原来这些乞讨者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 不仅有中国 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籍的乞讨者 很明显要多于其他国家 因此 当有人开始调查乞讨者的事情时 这些小贩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不要给这些毁容乞讨者钱 他们都是从中国来这里骗人的 而随着事情在网上发酵 泰国警方终于选择了出手 11月22日 我国驻泰使馆的领事官员 对在泰国沿街乞讨被抓的 中国籍犯人进行探视 而泰国警方却发现 这些乞讨者身上的伤痕 似乎证明他们曾遭受过虐待 或许在这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 由于众多泰国网友 在网上声称自己被外国籍的乞讨者欺骗 泰国警方决定对这些乞讨者进行抓捕 并很快就在22号这天抓捕了三名乞讨者 据泰国媒体报道 这几名乞讨者都是中国籍 这件事立即在泰国引起轩然大波 纷纷将矛头指向我国国民 面对泰国人民的施压 我国新闻部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给出解释 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和信息 目前对此事的了解较为模糊 已经派出相关人员前往调查 具体情况需得到充分信息后 才可能做出解释 随后多名中国记者赶到泰国探究事实的真相 不过当记者提及相关内容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泰国民众都表示 一定要远离沿接乞讨者 他们都是骗钱的 还说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 而当时正是泰国警方抓捕乞讨者的现场 记者记录下了最真实的一幕 当时一位右手已经没了 面部有很明显的毁容痕迹的乞讨者 正在一家商场门口拿着一个盒子乞讨 当警方发现他后 这名乞讨者扔下所有东西 火速逃往商场的厕所内 警方立即联系商场的工作人员 将这名乞讨者从厕所中赶出来 警方对其进行现场询问 乞讨者只说自己是中国人 而对于其他的问题 一概选择闭嘴不回复 警方没有办法 只能将乞讨者和他的作案工具 一起移交到警局 在警局 警方清点了乞讨者盒子中的金额 惊讶地发现里面被塞得满满当当 完全不亚于一名白领一天的工资 随后警方对这名乞讨者 进行更为系统的审讯 但是这名乞讨者始终不愿意透露实情 正当警方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名女子的出现 让这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这名女子自称是乞丐的翻译 她受人之托送来乞丐的护照 并想要贿赂警方将乞丐保释出警局 警方意识到这名女子并不是普通人 因为她的衣着和汽车都是较为昂贵的 她怎么可能会跟一名乞丐有瓜葛呢 随后警方对女子也进行了审讯 据女子交代 她也是中国人 这名乞讨者是她的一位亲戚 由于很小的时候遭遇火灾 长大后又遭遇车祸 导致右手没了 面部毁容 在这之前 他们并不知道在泰国乞讨是违法行为 之所以乞讨是为了养活家里的老人 被逼无奈才做出的选择 警方面对女子的说辞 却并不相信 而通过另外两个警局抓到的乞讨者 透露出来的线索 则彻底让警方认定了女子是在说谎 据泰媒报道 11月22日曼谷街头出现多名中国籍毁容乞讨者 泰国警方称或涉及人口贩卖 那事实究竟怎么样呢 警方判断的依据很简单 这些人的伤都是由于意外造成的 这种情况确实在现实中会有发生 但是七名乞讨者都是四肢残缺 面部毁容 难道他们都出现过同样的意外 并且在对其他乞讨者的审讯中 可以明显看出来 他们基本一直在回避警方的提问 答案也是前言不搭后语 因此泰国警方有理由怀疑 这些人都是同一个组织的 并且这个组织很有可能 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而这些乞丐很有可能就是受害者 首先这些乞丐基本都是同一个借口 自己是因为想赚钱才来到泰国乞讨 但离奇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在毫不熟悉泰国的情况下 在各大街道里行起 却不会迷路 并且他们每天收获的钱财数量并不少 那么这些钱都去到了哪里 也是个谜 从那名女子想要贿赂警员 保释这些乞讨者的行为来看 貌似这些乞讨者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 是不是因为这些乞讨者 知道一些他们的秘密呢 由于在整个曼谷街头 这样的乞讨者并不少见 警方意识到潜在的危险性很大 于是向全曼谷市发布了 不要向乞讨者给钱的通告 并提醒公民们看到乞讨者一定要报警 当天 泰国社会发展于人类安全部部长瓦拉乌 就此事进行了回应 他表示 泰国政府将会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但由于涉及到外籍人员 仍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查 希望其他国家可以配合工作 并且他还表示 会保障这些乞讨者的安全 并会从审讯中得知背后的秘密 以确定是不是涉及人口贩卖 或者其他违法行为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必将调查源头 严肃处理此类案件 而我国驻泰大使也表示 中国驻泰使馆注意到相关报道 并已派领事官员 对当事人进行了探视 中方一贯要求来泰中国公民 遵守泰国法律 尊重当地习俗 也重视维护其合法权益 我们相信泰政府有关部门和警方 会尽快查明真相 依法妥善处理 最后也希望 事情早日水落石出吧 聂訪 烧